全国三级警戒40多天来 百公百业一片哀嚎 花莲南区玉里赤柯山 复礼香60淡山 8月份金针花季 农民以及民宿的参与业者 可遇见花旗产业的萧条 政府农业处对此表示 今年将维持原有的 留花补助政策 共体时间 农民也破题为笑说 则另类的纾困 犹如及时雨 暂时缓解了疫情造成的损失 不论是玉里赤柯山 高山森林里的金针花园 还是复礼香60淡山 突出纵谷山头上的金针花地毯 在疫情防疫三级警戒之下 今年8月份的金针花季 更令人心神嚮往 CDC从5月19号宣布 全国防疫进入三级警戒 至今将近40多天 以观光力线花连线 即便疫情趋缓 但各餐饮履宿 尤其景点也无一幸免 而随着8月份 花莲南区玉里赤柯山 富里香60淡山 两地知名的金针花季 可预见产业的萧条冷清 当地农民及民宿参旅业者 一筹莫展 因为山上很多的农民 如果今年已经可以预期 上来的游客的量 会比往年少很多 这个流花的补助 如果有取消的话 那对农民来说是雪上加霜 所以我们感谢县政府能够给我们农民这些支持 跟鼓励 继续办理这个流花的补助 至少让他们有一个基本的温饱 县政府农业处与地方农民共体时间 今年仍维持流花补助措施 农民乐见其成的说 这也算另类的纾困 协助缓解疫情的冲击 而至于花季期间各项记者会宣传 或者相关体验产销活动等等 县政府以及两地农会的作为趋劲保守 避免成为防疫破口 我们在县政府的帮忙之下 我们两座山这边 今年可能会做的活动 都是以比较静态的网络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也比较不鼓励 大家说像以前一样说 那原本往年也会有一个大型的记者会 两座山的联合的大型记者会 在台北召开今年也都是会全部做一个取消 对那山上的农民 我们之前有跟他们聊过 大家虽然很无奈 可是大家也不希望说成为防疫上的破口 大家都愿意配合我们县府的相关的政策来办 而随着国内疫情持续降温的趋势 再加上民众疫苗施打率逐步提升的情况下 7月12号是否能够降级解封 大家似乎都抱持着很大的希望 但即便如此 现任母农业处以及南区两大农会届慎恐惧 严正以待不敢掉以轻心 记者是玉兰玉理采访报道